你听的是SBS电台广东话节目 即刻登入sbs.com.au forward slash Cantonese 浏览最新的新闻资讯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SBS早上的广东话节目 今天在我们社区专访环节里面 我们会就着报道就说 幼儿教育业很多教师可能打算离职 而政府刚刚上星期决定以加身玩牛幼教的教师 但究竟这个做法是否真的可以起到效果呢 今天我也请到两位朋友 包括一位有十年经验的前幼儿院教师 和一位现任的资深教师来和大家谈谈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也请到前幼儿教师的Joey 王家行 上来和我们谈谈当初为什么你会选择入行 又为什么会决定离开这一个幼教行业呢 一开始是因为觉得很喜欢小朋友 很单纯的 很喜欢小朋友又喜欢教书 门楼又不是很高的 那时候可能读个Diploma 读两年 那个Pay 都应该可以的 就进入了 其实我也做了十年了 这十年经历了很多 又做兼职员 做Room Leader 什么都做完了 然后就觉得对这个行业实在太烦烈了 而且很失望 越来越难 很多不开心 或者是看到人们都开始走 那你就有压力大 就决定不行了 我要找出路了 我离开了年纪两年 我就转了不同的行业 主要压力是来自工作的性质 还是人事的问题 压力在哪里 首先可能人工是很低的 可能家长都觉得 我们给80-200元一天 你们人工也挺高的 但其实不是 我做了十年 Diploma Room Leader 可能是说五万多六万 然后我的工作量是没有减过 更加是要去做更加多 因为其他新来的人 可能是训练 那你的压力就大 因为你要做他那份 根本就是他 什么都不懂 你有什么都要教他 然后很多体力上的事情 和孩子或者导致都不感谢你 你就觉得这一行很辛苦 就着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也请到另一位 仍然在Council的幼稚园任教 而且已经教了有11年的欧斯域 Shimmy来和大家又说一下 他目前面对的情况和压力 C 因为我本身是喜欢小朋友 就是喜欢跟小朋友沟通 但刚刚开始 为什么选择这一行 因为我那时候是留学生 知道做这个幼儿教育 是可以拿到永居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学业 毕业 所以开始这个幼稚的学业 现在这份工是我第二份工 我第一份工就是在一个私人的幼稚园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非盈利的幼稚园 很不同 但是我做这么多年 尤其是在私人幼稚园做 就是很多老师都做几年就turn over 因为他们觉得钱不够多 但是做这一行又辛苦 因为做这一行不只是照顾小朋友这么简单 就是还有很多要教育小朋友 接着又要做很多documentation 接着又要很多regulation要follow 还有要去封锁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们收的钱是不够的 比如说去坐office 做admin都是同样25元一个小时 那为什么我这么辛苦 要在这一行收拾后收拾尾 要帮小朋友toilet training 又要做很多paperwork 那为什么我不选择一些舒服点的工作 都见证了很多老师 要不就转去拳他更好的福利的幼稚园 要不就会转行 真的要做这一行 你刚才说 你现在在一个非牟利的幼稚园那里做教师 你自己工作压力上面 会不会觉得压力会比其他的机构小呢 其实差不多 不同压力 因为我们注重多些quality care 那就是代表我们在documentation上面 对小朋友的expectation 对staff的expectation 会比私人游远高 我是compare我自己做过 那所以我们很多东西 就会很尽心尽力去做 不只是为了赚钱 那当一个environment 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也会这样去做 还有我们的manager 都是真的很爱 一个小朋友很负责人 他的expectation是会高 对我们来说 我们又问回Joy 之前有报导 就是说 其实现在很多的 幼儿教育工作者 他们都有考虑 离职的这个可能性 其实政府已经马上回应 就是决定提高 幼儿教育行业的薪金 如果有人工上面的一些增长 你觉得会不会是令到你对待遇有所改观 或者你觉得这样帮不帮助到吸引更多的人入行 或者留住现在行业里面的幼儿教育 我觉得就算那个增长 都是低于很多行业 就是可能我做过receptionist 都可能是高薪务过去做chalk 但我们做的事情 其实不只是change 很多家长都会觉得 你也是臭小孩 你也是玩一下尿片陪他玩 但其实我们的工作 要做documentation 然后要做很多planning 我觉得就算这个人工加了 都不足够去cover到我们想去留下 或者回去这一行的决心 而且因为做得太burnout 我们就算回去 心态都很不开心 还有如果有新的人进去 可能会觉得这个薪金挺好的 我觉得是可以吸引到年轻的人 可能说high school 刚刚出来毕业的那些美女 就可以吸引到他们 但是如果要我们回去 就不可能 我觉得因为你始终的薪金 就算加了你也是这么低 比起其他行业 我就不会考虑了 会不会吸引到新的人 就见仁见智 因为现在我知道他们读书 其实很多fast track 就是可能以前要读两年 现在读一年 就可以入到diploma 就可以有diploma的人工 而且现在的人工 是讲的 都certificate 就已经是30元起身 很多都 再问Hashimi 现在政府就决定提高 这个友谊教育的工作人员 尤其是有教过薪金 刚才你也说了 可能未必直接跟你的事 因为你现在在做那个council的 幼儿教育中心 可能跟其他人不同 对于你来说 作为都是从业员的一部分 你会不会觉得 政府这个加薪的决定 是可能会令到整个行业 对于留下可能有所改观 会不会有这个作用 我觉得会的 说了这么久 终于政府有这个决定 我觉得是会有机会 留到一些真的 对这行业外的老师 但是我刚刚又说了 其实做这份工 是一定要很 patient 一定要很喜欢小朋友 才能做到 可能会吸引一些 新的graduation的老师 但可能如果过多两三年 他觉得很辛苦 磨了他的热情的话 即使人工再高些的话 但他也可能有宣质 会走 而且始终有教 都是移民行业 我见证了很多 老师是读完Bachelor之后 做有教 但是拿了个PR之后 就立刻转行 我觉得这个加薪是好的 我相信都会留到一定的 真的喜欢这一行的老师 是不是也难免 你刚才说了 很多可能有差不多的资历 的老师 未必那么容易留得到 我觉得会 我觉得都不一定 保持到人才留下 但是可能很多老师 会选择回学校 不过长假期 你想想一下 又有学生日 然后工作时间又不是那么长 八点到四点 如果有家庭的老师 他们会更多选择 比较高 那其实对于整个行业 是否不是一件好事 对于整个行业来说 那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对小朋友 小朋友是这么小 一定要很高兴 要很小心 做这一行 就是不是卸做就可以做到 你一定要有很多责任感 才可以做到这一行 如果很多资深的老师 觉得没有支持的时候 离开的话 剩下资历比较浅的 难免有机会有很多出错 普通mini的出错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关于孩子的保护 和孩子的保护 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Joey本身就已经离开了 这个幼儿教育的行业 她刚才都提到 其实她都见过很多她的同事 已经都离开了 因为我们其实都见到 现在有很多幼儿教育的教师 都可能会在很短时间之内 就会辞职 我都想从Joey的经验 就问她 其实你自己以往的同事 有没有都跟你说过 说他们其实可能有意 都想离开这个行业 可能会在很短时间之内 就会辞职呢 其实我有很多同期的 就是我以前中心的 我想有八成都离开了 那间中心 还有离开了这一行 就是转去primary teaching 或者special need 人工会高一点 但是都是跟小朋友有关的 但是childcare就没有回去了 就你的估计 其实现在媒体就报道 未来可能会有一个 潜在的教师的离职潮 在这个幼儿教育的行业 你又觉得这一样东西 是不是都很难避免 以目前这个环境 或者趋势来看 我很多朋友 我想真的有八九成已经离开了 我亦都会觉得 留在这里有经验的 如果他们年纪许可 或者他们家里许可 我觉得他们都会走 除非他们可能 就退休 那些可能都不可以去到哪里 他们就会留下 除了加薪之外 你又觉得 现在幼儿教育整个行业 最需要哪些的改革呢 要多些资金 特别需要的小朋友 譬如我那时候 每年我的班 至少有一两个都是特别需要的 政府怎样资金 就是 无论你有多少特别需要 可能有两三个 那都是多一对手 但是那个教师 是不需要有特别需要的背景 纯粹可能是一个假扮 或者是完全没有什么学历 都可以去 入一间房子帮你 但是其实 他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那些全职员 就是要取得更加多的工作练 可能 这件事我觉得 政府是要努力 就是多些资金 更加需要的资金 然后我觉得 很多孩子的工作人士 都做了妈妈的 那些小朋友 你都要追求的 但是你又要上班 那我觉得 可以多些资金 那些小朋友 例如我有个小朋友 我要带他进来 那我就可以继续上班 可能可以免我个小朋友的费用 那些小朋友 就是我们计算的 例如 preschool 就是一对十 那个教师和学生的比例 是的 就是BB就是一对四 但是很多 private center 就为了施策 他们就会 叫做under the roof ratio 就是可以是整间 center 去计算的 ratio 所以就会少了staff 变上我们就要 看多了小朋友 但是做多些事情 还有很多时候 因为private center 他们为了施策 他们 譬如我们 overtime 去staff meeting 或者家长 辞了来接个小朋友 其实我们应该 suppose有overtime 那他们就会 不算 就是我们就要留在这 或者他买个staff meeting 买个pizza 就当是compensation 或者要你们留下 但是其实 如果是这样 是不是应该 during lunch time 就有staff meeting 就是within working hours 就是 很多这些private center 就会cut back 很多这些budget 那我们就觉得 政府需要去 就是这些funding wise 可以在这边 多些 这样 在做child care 那 因为我们接触病 的小朋友更加多 那我觉得 如果可以在sick leave 可以比起别人 多些sick leave 我觉得是一个很reasonable的request 因为你一个小朋友病 其实你整个房间 很多人都病 那我们如果take leave 那我觉得 是的 政府可以考虑一下 给多些sick leave 我们child care workers 就是好像 譬如我们做八个钟为例 那其实我们都是 只有30分钟的lunch break 然后可能是10分钟的tea break 但是作为child care workers 我们用很多的 physical的体力 其实这30分钟是不够的 因为你想想 同一时间 可能有四五个staff 在这儿叮饭的 那其实你已经没有了10分钟了 那你休息的时间 或者吃饭的时间 其实都是只有20分钟 你这就立刻要 点对点 立刻要回到那个room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再长一点 就是这个时间 然后就是我为例 我每个月要做20个小朋友的report 那我们每个礼拜 平均只有30分钟去做 那其实是做不完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stay back 自己用自己的时间 去写这些这样的report 如果做不完 或者怎么样 就是可能我们的educational leader 会不开心 或者会觉得 为什么你交不到 你应该要交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些分定是需要 给我们去有些更加quality的时间 去做这些report 那ashimi你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建议 认为政府可以透过什么方式 你也挽留现在的幼儿教育者 继续留在这个行业 我觉得加身要加到大家 满意为止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还有我觉得政府应该 真的要切切实实去认识我们 做这一行的老师 就是他被给我们的要求很高 但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有何 未必真的可以达到他要求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人工 我们的薪水又没有我们应该要得到的钱 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那些老师会失去热情 所以我觉得加身可能会加高些 可能会留多些人在这一行